大家好,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我是陶俊文 我是吴祖盈 新一年,二手交投是持续加快 连带地产界的老航专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 对楼市都越来越乐观 预期全年楼价可以升到一成半 除了用家入市,他憧憬疫情受控和经济好转 楼市升势有望在年中加快 至于他的接班人,行政总裁施俊榮都有就楼市看法表态 去年年中上任的中原集团行政总裁施俊榮 发表对楼市看法 他选择从宏观经济角度出发 预期今年楼价升半成 又形容看法謹慎乐观 至于在年初退居幕后不再参与集团内部决策并且转任顾问的施永青 看法就相对乐观 除了预期疫情受控 本地经济好转 他更加体重政治环境 疫情方面是进一步恶化的机会减少 对于困难的时候 可能是第一季 第二季就会陆续开始好一点 朗普落台之后 我相信单变主义 对于近期二手交投加快 楼市小杨春已经提早出现 施永青形容 近期往事实际上与疫情有关 与其年终过后 各类单位的楼价升幅将会较明显 更加上车盘 都仍是主导住的市场 迟些形势明朗了之后 连豪宅都会好一点 母线电视韩佩恒报道 虽然提早出现的小杨春 实际上可能是与疫情有关 不过事实就是 交投的而且确非常暢黄 以元朗为例 今个月已经有近200宗 创了大半年的新高 如果用屋苑去分类 始终以规模大些 提供过万火的屋苑占优 沙田第一城和太古城 今个月的交投已经升到大约40宗 不弱而同感超出上个月 整个月的水平 二手交投持续加快 当中又以楼价较低水 上车盘供应较多的地区 买卖相对活跃 就以元朗为例 这个月已经录得近200宗成交 创出大半年新高 元朗津泊六座高层 一个实用面积820尺的三房 原先开价870万 减价20万 即超过2% 就以850万沽出 赤价相当于10300多元 原业主是在2014年中 以约640万买入单位 持货六年纪 账面赚大概210万 升值3乘3 代理说屋苑这个月录得20宗成交 在区内第二多 如果以屋苑为单位 始终以规模较大 火数较多的屋苑 胶头表现最突出 米沙田第一成 这个月已经有超过40宗成交 较上月全月不够30宗 急升超过四成 屋苑51座高层 一个实用面积304尺的两房 经过双方移架之后 最新以535万逆手 赤价相当于近17600元 翻查资料显示 原业主是在2011年 以234万买入单位 持货大概10年 账面赚超过300万 其内升值超过1.2倍 这个单位的成交赤价 教屋苑近期平均略高百分之一 至于在侧如冲 另一个规模同样过慢火的 指标屋苑太古城 这个月交头同样加快 暂时有约37宗 多过上月全月 代理形容 这个月价量齐升 明宫各低层 一个实用面积702尺的单位 以1450万放盘两个星期 最终减价82万 就是超过半成 就以1368万沽出 赤价相当于19400多元 单位属于三房间隔 向外员属于优质放盘 原业主是在1999年底 以361万买入单位 持货超过21年 账面大赚超过1000万 单位期内升值2.7倍 无线电视韩配行不道 新盘市场气氛就持续回暖 今年第二个全新盘周末开售的单位 都近乎卖了 由恒地推售的屯门项目 帝鱼南天按部署公布楼书 开积首到曝光 负责销售的恒地透露 星期二公布首张价单 将会有单位截实不用300万 不过打开楼书看看 就会发现完全是因为单位开积小 全盘557伙都是属于小型单位 120伙开放式户型 最细只有大约200呎 达到市场定义的纳米级 一房占最多有340多伙 面积290多至361呎 两房只有12伙不够390呎 特色单位最细只有184呎 细绝三个奇数 帝鱼南天位于整个帝鱼的北面 鄰近屯门公路 不少单位都装有减低噪音的装置 标准单位之中 最细的是这个7座12室 面积206呎 一入门口就是开放式厨房 只有1.3米宽 扣上升盘和煮食楼 可以再放家电的空间不多 大厅的空间大约90呎 相当于一般新盘的主人房面积 单位向西会受到噪音影响 所以也装有维修枪和隔音的露台门 要留意对通风的影响 至于在周末开售的日出康城项目南风的LP10 首轮推出179个单位 在周末两天沽出176火 接近全数沽清 带领周末一手市场卖出大约240火 虽然较前一个星期的299火 按周回落大约2成 但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发展商在销售完成当日 就加推第三批128火 继续以两房为主 占6,6成批的面积480多 去到超过1,000尺 至实在没有700万以下 最低710多万 最贵超过1,700万 成批的赤价介乎大约14,500至17,000多 平均赤价16,254 虽然以平均赤价计算 新加推的单位较首批贵2% 不过在逐个单位比较之下 相信是原价加推 连同之前已经开架的单位 发展商合共撥出218火 在星期六第二轮开售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道 CLS一会儿 回来有投资专材 回来节目时间 作为一个成熟的住宅区 沙田一带有不少私人屋苑 当中有不少的楼盘 都有各自提供车位 不过区内的一个屋苑 早前接连有车位蝕让 部份更加大幅选手两成 一起下去看看 过去几个月 沙田河半花园的车位 接连出现蝕让个案 提供356个车位 和住宅比例大约1比4 这个停车场首先感觉通爽 因为周围都是开窗 空气流通 还有楼底很高 所以高高的车都没问题 路亦都阔 两条驾驶都是阔 不过在现场所见 部份车位设置在斜路上 涉及至少几十个 江日雄提醒 泊车时要留意 在斜路上拍车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大陆运自动波 如果不是棍波 就轮随少少 因为要拉手制 或者吊几纸 之类 自动波就轻松一点 但也要留意 因为有时斜路太斜 如果轻松车的车 也未必是向前或留意 所以要小心点 在轻松车的时候 而且拍好车之后 开门的时候 因为是斜路 尤其是向斜下的门 一开出去 有可能会撞到旁边的车 所以要小心 在这麽窄的车位 如果拍好车之后 如果车有摘镜功能 最好是摘了旁边 因为那条通道 人都未必能走出去 便会阻止别人 投资者说 斜路上的这个车位 当年拆售价大约98万 虽然已比平地的车位便宜 但定价仍偏高 由于市值租金 只是大约2200元 以当年的买入价计 租金回报近2厘7 当年拆售 其实我背后这几个车位 都是特别便宜 原因是因为它在斜路 第一 第一 一般如果拍车 你发觉斜路 其实会没有平路 那麽方便 第二个因素 最重要 你开门 其实原来都要很小心 因爲地心急力 你开门 如果你不是慢慢 握住车门 其实它真的会碰 即是会撞到别人隔离的车里 所以如果在用家角度 是会觉得保保通通 在投资者角度 考虑到租金回报等等 可能它都未必首选 会减损这些车位 苏年90多万 到最近成交60多万 租金应该是2000元 左右 相对来说 如果在这个价钱 能够入手 我又觉得 其实都算是比较合理 以及都应该有一定的上网空间 可能若望有10-15% 至于上一层的车位 即使位置理想 同样难逃涉样命运 当年拆售的时候 其实这一排车位 大概若望一个是108万 但当然 你见到 其实有些是 我们叫Icon 一些叫单边的柱位 原来柱位和中间位 是一样价钱的 所以如果上多年有得选 一定是选择一些 挨近的柱位 因为开门和关门都方便些 如果我们参考最近 这一两年的成交价 成交价都是徘徊 在80-85万左右 我们见到 其实若望投资者 都平均涉样了大概有25% 加上租金回报 在2016年到今天 其实应该都在说 有四年多时间 其实租金基本上 都是差不多持平 80多万成交 其实真的是市场应该的合理价格 近这两年 整体非住宅物业 就是车位的价格 普遍都持平 甚至有些可能在高位回落 一到两成 大部分所有投资者 如果要转售 基本上一定是惨不引导 一定是大幅洩让 尹志堅说 停车场里的车位 质素相差不远 如果有兴趣买入收租 最重要是看价格 而不是位置 如果同样 这两个车位做比较 一个六十四万 一个八十四万 租金回报 其实可能都是欠一百 或两百万 如果我用投资角度来说 我会宁愿 选斜路六十四万 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原则上 都是计算 如果它的 虽然斜路 或者位置 都不是那么优越 但是它的价格 业主肯大幅 劈价的话 其实也可能会 令到一个 可能很多投资者 觉得不太起眼的车位 可能突然间 都会变得有个吸引力 通常同一个停车场 租金回报 很少会相差太大 除非你有些特色车位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独立位 可能你会想租多 譬如四五百元 等到一些比较喜欢 心仪一些 比较特色车位的用家 他才愿意给多那么多钱 汽车专家就认为 这里的车位相对阔落 而且斜路平些 停车时都轻松些 平地的停车场 当然是最好拍 如果车道 越车得少 当然是好拍 过车得多些 这个车位相对 你感觉上 好像看络的车位 好像阔了一点 其实是一样 跟刚才 但正因为路没有那么斜 变得舒服点 看下去 拍一拍的时候 技术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除了斜路车位 顶层还有大约六七个露天车位 投资者提醒 除非价格有折扬 否则应该选择有盖车位 如果开一些比较中上的车 或者比较新的车 其实通常都不愿意 想拍在这些停车位 所以一般来说 比较多应该都是一些旧车 或者不是那么常用的一些家庭车 可能他才会考虑这些位置 所以考虑了 因为用家的范围 有机会缩窄了的时候 其实他相对来说 入手价格应该比刚才的斜路 可能差不多价格 甚至有机会更加低 因为始终属于露天 所以如果刚才斜路的位置 做到六十几万七十几万 我自己觉得 他这里的车位价格 我最多给他六十几万 汽车专家认为 露天车位可面侧面 总括来说 韩子坚认为 河半花圆的车位适合长线收租 不过区内供应充足 不应期望租金大幅上升 河半花圆算是一个中大型的屋苑 因为都有千几二千货 所以其实他车位的比例 算是挺合理的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他两层停一场 基本上都是完全拍满的 所以如果要合理的价格 譬如两千多元出租 其实是很容易的 投资者也不需要担心 会不会租金回报太低 第二 周边因为都是小型屋苑为主 每一个小型屋苑 其实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个停车库 未必会有太多的其他用家 会租这里的车位 特别如果你说这里 大概五分钟的路程 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屋苑 富豪花園 其实本身也有千几二千个车位 一比一的比例 所以如果附近都有竞争之下 造就了这边的价格 所以未必有太大的升幅空间 他又提醒 在投资车位时 要多些参考市场租金 而不是发展商提供的保证租金 才能够避免保证期完结后 租金回报过低 同时都要理性地计算潜在回报 一般租客市场租金 若莫平均应该是两千二元 去到两千四元不等 其实也都参加成交价 若莫现在都是大概八十多万左右 其实我们计算了数 大概租金回报 若莫都是三厘至三厘半这个范围 其实都是算一个比较合理的空间 所以如果投资者真的想入手考虑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也有个界线定位 我建议都可以用这个三个percent 左右作为一个分界线 如果我当作两千二三元左右 如果车位超过九十多万 可能投资者自己真的要计算清楚 今集先说到这里 下一集投资尊才带大家看铺 长期居家避疫 令不少人更注重家居享受 决定提升音响设备 令相关产品的生意不跌反升 有音响电负责人希望扩充业务 选铺时有什么要注意 下星期记得留意 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拜拜